世界万象带您关心到美国德州联邦法院的法官 这个月初裁决暂时撤销美国食药署对堕胎药RU486的许可权 也就是说RU486不可以在美国贩售还有使用 美国司法部还有RU486的制造商联名上诉最高法院 由于姿势体大最高法院一度延后裁定 并且在21号做出了裁定暂时冻结德州法院的裁决 直到下个月由上诉法院举行听证会做出进一步的裁定 不过这个案子最后可能还是要由最高法院做出终极的判决 美国最高法院大门前反堕胎团体大声抗议要求禁堕胎药 因为当天最高法院要做出一项重要裁决 这个月初德州联邦法院裁定暂时撤销美国食药局 对堕胎药RU486的许可权 理由是RU486有副作用 药厂和司法部上诉最高法院 大法官的裁决牵连甚广 除了影响女性医疗保健选择权 也会影响联邦政府监管和批准药物的威信 甚至还可能改变美国司法行政的样貌 最高法院还一度延后裁决时间 最后是冻结德州法院的裁定 诉讼期间民众人可使用RU486 最高法院将囚丢给了上诉法院 下个月在纽奥梁上诉法院将举行听证会 在全美使用量占一半以上的RU486是否禁用 就跟是否保障堕胎权一样 在美国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刘勇伟编译